第36章 但人的思考方向总是这样 一个大活人 在一个几乎没什么家具的室内 可攻出入的方向有几个地方 上面 是悬挂着宫灯的早景 别说没有天窗 甚至没有乌梁 四面墙壁 两面是坚实土墙 毫无缝隙 还有一面开着一道门 通向正点 当时店门大开 只要有人出来 门口的侍卫不必说 当时候在店内的宦官们 肯定会看见 最后一面墙开着窗户 窗外有侍卫把守 确定没有任何人出来 然后便是下面 地道或者密教 我们也没有发现 李淑白下结论说 一个四面八方 被鸟笼般严密包围的房间内 人就这样消失了 嗯 几天后 出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却不是消失的那个人 两人低声议论着 已经到了西市 他们将马匹 拴在西市监管处 汇入西市的喧闹中 缓缓地随人流前进 西市内依旧是繁华热闹的景象 百叶千行 珍奇极巨 蓝灵美酒 闭眼无鸡 当今皇上带动起来的奢靡之风 正在大腾的长安城内弥漫 那个卖鱼缸的店老板 依旧坐在那里斗鱼 对上门的客人 爱理不理的样子 李淑白 买了与上次一样的鱼石 回头见黄紫霞 用复杂的眼神看着自己 本来懒得解释 但走到门口时 还是说 那条鱼 喜欢这种鱼石 最近好像胖了 黄紫霞 一时无语 只能说 嗯 我们还是去 看看那对变戏法的夫妻吧 那对夫妻 今日居然很早 已经在街边变戏法了 这回 他们来了个鸡蛋变小鸡的戏法 虽然黄紫霞 一看就知道 不过是偷梁换柱的手法 但毛茸茸的小鸡 在地上乱跑时 他还是觉得挺可爱的 还帮助他们 把满地乱跑的小鸡 捧起来 放到香笼中 人群散去 那个妻子一看见他 就抿嘴一笑 目光 却向着李淑白 瞟了一眼 问 这回又要学什么戏法吗 黄紫霞说道 上次你教我们的那个 把鸟儿变不见的戏法 至今也没用上 训不好鸟儿啊 哎 没辙呀 哎 不知 你们有没有什么戏法 比上次那个简单方便 就能完成的 那女子一笑 回头招呼自己的丈夫 把那个鸟笼拿来 还有那块布 对 就是黑色那块 那女子将黑布抖了抖 示意确实是轻飘飘 一块没有藏任何东西的黑麻布 然后将布蒙在了空鸟笼上 抬头望着黄紫霞 不动也不说话 只是笑 黄紫霞知道 这是戏法秘密 自然不能这么简单 就传授给自己 于是伸手向李淑白 废话 莫等宦官本月的心奉 还没发呢 她眼神一动 李淑白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随手就从荷包中 取出一个小银钉 递给她 那变戏法的女子得了钱财 顿时满脸生辉 右手抓起香笼中一只小鸡 靠近被黑布覆盖的鸟笼 从而手轻轻掀开鸟笼上的黑布 在黄紫霞和李淑白的注视下 她将黄色的小鸡塞入了黑布覆盖的鸟笼之中 她五指如青檀琵琶般张开 离开鸟笼 示意自己两只手都已经是空空如也 而她的身后 黑布连动了两下 看来那只小鸡是真的进入鸟笼当中了 戏法娘子向着她们微微一笑 然后将鸟笼上的黑布一接 只见笼内已经空空如也 黄紫霞下意识地提起鸟笼 仔细看着里面 但里面真的已经空无一物 而且这鸟笼制作粗糙 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机关暗道等手法 戏法娘子笑道 这是个没有动过任何手脚的笼子 这小鸡也是刚刚从蛋壳孵出 没有经过任何训练 而且这个戏法的手法非常简单 无论什么人只要知道了其中的奥秘 就一定能学会 黄紫霞和李淑白对望一眼 目光同时落在戏法娘子手中 提着的那块布上 那黑布的里面 有个东西正在涌涌而动 戏法娘子灿然一笑 将黑布抖开 只见黑布内侧赫然有个小口袋 那只黄色的小鸡 正从小口袋中钻出头来 茫然而无辜地看着面前的她们 就是这样简单的手法 黄紫霞不尽失笑 喃喃道 哼 原来如此 话未说完 她的脑中一瞬间闪过无数片段 仙游寺中 那个忽然出现的男人的预言 横来殿中 踪迹全无的刺客 坠落在假山下的那一只夜脉金簪 手卫重重 水泄不通的雍唇殿 全部被一条看不见的丝线贯穿 蜿蜒曲折 在她的大脑中迅速连接起来 这种脉络贯通 豁然开朗的感觉 让她不由自主地 深吸一口气 仿佛承受不住 那种窥破天机的震撼 整个人都陷入了恍惚 李淑白 见她站在当场 一动不动 便抬手轻拍了一下 她的肩膀 谁知 她竟依然没有反应 她只好拉过她的手 牵着她的袖子 转身就走 她的手 鲜细而柔软 就像一只小小的幼鸽 静静握在她的掌中 莫名的 她觉得自己的掌心 微微浸出一点汗来 黄紫霞迷迷登登地 跟着她走到一棵榆树下 才尝出一口气 说 我要去找周子芹 李淑白 缓缓放开她的手 皱眉问 你想到了什么 嗯 我要去证实一下我的猜想 所以 需要周子芹的帮忙 她说着 又抬头看她 问 嗯 你要先回府去吗 李淑白哼了一声 对她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 只给了两个字 哼 不回 哦 那王爷 那王爷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找周子芹呢 本朝第一大忙人 魁王李淑白 一脸淡漠 转身去找自己的马 左右没事 去也可以 周府的门房 一看见他们 立马满脸堆笑 嘿嘿 杨公公 您来了 呃 这位是 李淑白坐在马上 并不下来 任由门房陪着笑 向他示意 只对黄子霞说 你进去 我在外面等你 黄子霞翻身下马 随手将马系在门口的计马石上 门房笑着对他说道 少爷吩咐过了 你以后啊 直接去他住的地方就行了 来 我给您带路 黄子霞谢了他 跟着进了周府 一路行道 靠近花园的角落 有一座 爬满壁里的小院落 院门大开着 里面两个小厮 坐在葡萄架下 翻花绳 周子芹的声音 隐隐传来 唉 唉 我 我说阿比阿业 你们过来帮我扶一下 好不好 少爷 不是我们不帮你 实在是那东西 真瘆的 我们哪敢去碰啊 那两个小厮 头也不抬 专心致志的 对付手上的红绳 周子芹气急败坏的声音 连门外的黄子霞 都可以听到 你们这两个混账 你可玩那么娘里娘气的东西 也不过来帮帮少爷我 你可断 我都要断了 门房司空见惯 淡定的对黄子霞笑了笑 就走了 黄子霞进了院门 冲着里面喊 周子芹 快点出来 躲起事 周子芹的声音 从房内传来 如逢救星 诶 中姑 快救命啊 快点 江湖救气 江湖救气 快帮我一把 黄子霞看了看 依然无动于衷 再翻花绳的那两个小丝 走到传出声音的乡房门口一看 周子芹正被一男一女两个同人压着 痛苦不堪地趴在地上 手上还死死抱着一个白骨骷髅 不肯撒手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只能进去 先把那两个造型 古里古怪的同人 拖到旁边去 同人半时心 十分沉重 累得他一时坐下来 周子芹今天穿着一身 碧绿底 绣着烟子勺药花 配大红腰带的属锦袍子 即使在地上沾了灰尘 也依然鲜艳眨眼 他从地上爬起来 摸着那个骷髅 欣慰地说 啊 幸好没换 不然我可要心疼死了 喂 这可是我花了五十名高价 刚买来的完整年轻人骷髅头 那那那 你看这优美圆润的弧线 这整齐洁白的牙齿 这深邃的眼窝 哦 黄子霞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你 你怎么搞成这样的 周子勤心疼地 抚摸着怀中骷髅 说 哦 就是从架子上 拿着个骨头的时候 脚一划就摔倒了 然后两个同仁 受到震动就倒了下来 为了保护我的宝贝骷髅头 我只能奋不顾身 飞扑抢救了 哦 幸好当初没有叫人 做实心的同仁 不然我今天非死在他们身下不可 黄子霞看了看 他怀中洁白完美的骷髅头骨 对于这位相貌俊美 身体健康 个性开朗的侍郎公子 为什么至今没有定下亲事 有了深刻的理解 没有哪个女子 会希望和骷髅头 争夺丈夫怀抱的 估计 这也是她被丢到 家中最偏僻角落的原因吧 哎 对了崇国 你找我有什么事 黄子霞问 哎 你还记得 那几个死在毒箭墓下的乞丐吗 周子芹顿时抱着骷髅跳了起来 哎 当然了 我 我怎么可能忘记啊 我一定会查出他们的死因的 我已经有了些头绪 你想要知道的话 过来帮我做件事 黄子霞示意他 先把头骨放下 然后站起身往外走 哦 记得换件轻便的粗布衣服 越破就越好 千万别穿着 你现在这身大红大绿的紧袍出去 哇 周子芹从府中弄了匹马 三个人纵马向着长安城东北而去 没走几步 周子芹赶紧拉着自己的马 靠近黄子霞 诶 重古 你说对那几个乞丐的死已经清楚了 嗯 已经有了头绪 只要等一个人出现就可以了 黄子霞点头 肯定的说 诶 等一个人 谁啊 周子芹赶紧问 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人 黄子霞微微点头 嗯 如果我所猜想的没错的话 只要他来了 这桩困扰我们多日的案子 基本就能解开了 诶 是什么人呢 能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 周子芹惊恶地看着他 他笑一笑 只说 其实也只是我一个刚拒雏形的设想 人还没看到呢 周子芹疑惑地看着他 他却不再说话 只让周子芹自己猜取 狄恶性子爆裂 抢着走在前头 那扶杀紧跟在后 而周子芹的那匹马 只能乖乖地落在最后 三匹马前后鱼灌 一路沿着长安的街道行去 周子芹忽然一拍脑袋 在他们后面大声说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要过来的那个人是谁了 黄子霞诧异地回头看着他 他一手玩马鞠 一手挥在空中 用闪闪发亮的眼睛盯着他 一副兴奋憧憬的模样 是不是一个少女 黄子霞微有诧异 嗯 是的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对啊 一个十六七岁的十分美丽的少女 嗯 应该很美吧 这一点 黄子霞倒是不太确定了 我果然猜中了 周子芹兴奋地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问 哎 那那那那 黄子霞什么时候来啊 啊 他恶然看着他 说不出话 就是你说的十六七岁的美丽少女 一过来就能让整个案情水落石出的 这除了黄子霞还能有谁 李淑白在前面的马上 没有回头 但是黄子霞还是看到了 他的肩膀微微抽了一下 像是竭力忍下了即将爆发出来的笑 他骑在马上 简直无语望天啊 真有点不敢想象 周子芹知道面前的自己 就是黄子霞时 会不会掉下眼泪来啊 哇 在靠近太极宫的时候 他们弃马步行 找了一条偏僻的巷子 周子芹看着后面三匹马问 哎 我们的马不会有事吧 黄子霞一边跟着李淑白往前走 一边随口说 放心吧 有敌恶在 敢偷马的人就要先做好 堆掉一条腿的准备 周子芹立即露出艳羡的表情 哇 真好 魁王爷的马还防盗呢 黄子霞带着他们 走到右外教方所在的光宅坊 停了下来 周子芹拉着身上 从花匠那里借来的衣服 一边跟着黄子霞 顺小河走动 一边疑惑地问 哎 冲谷 这里好像离乞丐们死的地方有点远呢 哎 你别引人注意 我看一看 光宅坊 在太极宫凤凰门外 黄子霞远望宫城 与外教方出入口 揣测着最短路线 又转到旁边灌木成堆 无人注意的地方 查看了一遍 周围石块翻动的痕迹 再指了指 流经这里的那条水渠 对周子芹说 嗯 跳下去吧 周子芹目瞪口呆 冲谷 这第一 现在天气还没到游泳的时候 第二 我水性不是很好 不需要很好 这里水游不深 你只需要下去摸个东西上来就行 他说 李淑白似乎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 抬头欣赏着周围的风景 周子芹又问 冲谷 你什么东西掉下去了 我救人帮你捞起来啊 黄子霞打断他的话 我要找一件证物 和那几个乞丐的死有关 他话音未落 周子芹已经开始脱衣服了 这回轮到黄子霞 抬头望天了 李淑白在旁边说 你都穿这样的破衣服了 你还脱什么 哦 也对啊 周子芹又把衣服系上了 王爷崇果 以后要下水你们早说啊 我去借个水靠 别废话了 我们这事一定要机灭 万万不能让人知道 黄子霞伸出双手 比了一个琵琶的长度 应该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也许是包裹 反正只大不小 你找找看 好 周子芹扑通一声跳下水 一个猛子扎到渠里去 李淑白站在岸边 举目望着蓝天白云 和郁郁葱葱的于怀 感慨说 天光云影 燕蓝散尽 景色不错 黄子霞在岸边 找了块比较平的青石座下 觉得自己 对周子芹威逼利诱的那种调调 越来越像李淑白了 心里不由的生起一种伤感 不多久 周子芹从水底冒出头 大口喘气 说 这条公渠好深啊 而且水也挺脏的 下面全都是淤泥水草 找东西看来有点难的 要不我叫几个人来 把这附近水域 给子子兮兮的筛一遍 唉 不行 黄子霞蹲在岸上 严肃认真地说 不是早就说过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这事还是我们两人 慢慢找比较好 周子芹苦着一张脸 双臂扒在岸上 仰头看着他 可是这么长一条水渠 靠我一个人摸一个 还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简直是大海捞针嘛 别担心 从路程方向 隐藏行迹等各个方面来说 这里都应该是 凶手的第一选择 我觉得应该就在这里了 明明这里和乞丐们 倒闭的星庆宫相距很远 八杆子打不着的嘛 周子芹还在嘟囔着 黄子霞伸出右手 在他头顶一按 于是周子芹又被按回了水中 想说的话 化为咕噜噜一串水泡 全部都淹没在了沟渠中